本乡来早在《红楼梦》第七回就登场了 这不仅是作者第一次对宝钗进行正面描写 同时也是作者第一次提到有人在甲肤养病 而这位一号病人竟然不是我们药罐子民待遇 而是薛宝钗 这就非常有意思了 当时薛宝钗向周瑞家的解释说 自己从阳台里面带来一股热毒 必须按照赖头盒上给的海上方配了冷香丸 不食服用去抑制 那赵瑞家的就问了 姑娘这病有什么症状呀 宝钗说也不觉怎样 只不过略喘受邪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 宝钗这个热毒跟待遇那个不毒之症 比起来根本就不算是个病 在我看来 热毒不算是个病 而冷香丸也不算是个药 他们只不过是作者 给宝钗设置了一个底层的人格冲突 比如说宝钗她自己不是特别不喜欢首饰吗 薛姨妈一早就说了 宝丫头古怪呢 她从来不喜欢这些花粉的 而宝钗自己呢 带个金索都坚沉 是迫不得已才带的 后来呢 元春正好给她搬刺了那个红色串嘛 只有她和宝玉有 大鱼和其他姊妹都没有 宝钗本来心里面就是总远着宝玉的 这样一来呢 越发觉得美意思起来 那照宝钗的性格 应该把这红色串给一束之高歌了吧 或者呢干脆送给玉妹妹 做个顺水人情多好呀 可是宝钗呢 一转身就把这红色串给靠自己手腕上了 这可能是宝钗唯一的一次主动佩戴视频 这波操作是不是非常迷呀 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就是我们之前梳理过的 非常重要的36回 孟照叫云轩那一回 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 整个甲府都处于一种睡眠或者半睡眠的状态 这种时候呢 是非常不宜串门的 比如说前几天啊 宝玉就知道这个时候不方便去放检那里 但就算是他转身去了 他自己母亲王婚的房中 侍女金串也向他摆手 示意他走开 结果宝玉赖着不肯走吗 果然就闹出了重大事故 那这一天 宝钗自己中午觉得很困倦 而他的第一反应居然不是 回家去休息 而是来找宝玉说话 这档回路就非常奇怪了 他自己前几天不是刚刚和习人抱怨说 宝兄弟最近说话越发没了精美 他刻意地在回避宝玉吗 那为什么当他进了宝红院看到连仙鹤都睡着了 丫头们更是睡得横三竖四的时候 他还是选择静止走进宝玉的房间呢 我们假设此时 习人不在房内 而宝玉自己在睡觉的话 一向一稳重自居的宝钗又该如何自处呢 宝钗进了宝玉房中啊 果然宝玉睡着 而习渊的坐在旁边 一边替他干小虫子 一边给他绣一个鸳鸯肚兜 肚兜就是贴身穿的内衣啊 我们现在的男生已经不太有心穿内衣了 所以你把这都都理解成大裤衩 那性质也是差不多的 宝钗和习人就这个裤衩交换了一锅意见以后啊 习人就借故让出去了 于是就发生了 宝钗接替习人给宝玉秀鸳鸯的这个桥段 宝钗只顾着看伙计 便不留心一顿身 刚刚的也坐在习人方才坐的所在 应有见他伙计实在可爱 由不得拿起针来替他代刺 尽管啊 坐着一只顾看 不留心 由不得等等一系列的形容词 替宝钗去开脱 他只是意识失疑 但是呢 哪怕以我一个现代姑娘的标准啊 坐在一个并非我配偶的熟睡的男人身边 替他缝裤衩都是一件非常不简点 非常掉价的事情 何况是两三百年前呢 当时的清朝人就纷纷表示看不懂啊 比如说像红群家画室主人是这么评价宝钗的 虽勿为持重 而宋药显露直言 秀鸳鸯难云无异 还有说的更难听的 坐卧踏以刺一红肚兜 柔情蜜意 无意自媚 毫不知必嫌疑 此些由衷而发 不能自言之耻态也 其实只是以亲密而论的话 宝钗和黛玉之间是比较亲密的多的 比如说在盲中节前啊 宝钗就曾经在黛玉五岁的时候 跑到他的房间里面 甚至还脱口而出说了《西乡记》里面的句子 那为什么人们对宝钗之间的亲密就不反感 而对于宝钗的意识失疑 就如此的不宽容呢 那还不是因为宝钗 老爱标榜自己端庄持重 而所作所为却经常啪啪打脸吗 自古以来啊 喜欢两面拍的人是很少的 宝钗当然只能是冷对千夫纸了 很多人怀疑啊 宝钗的表面那套可能都是装出来的 但我觉得未必啊 因为宝钗心里想着总远着宝玉 以及他觉得没意思 其实都是心里描写 他并不是语言描写 所以呢就谈不上是骗人 有可能啊 宝钗心里的总远着宝玉 以及觉得没意思 和他行为上表现出来的亲近宝玉 其实都是真实的 我前几年啊 看过加拿大的 布列甸哥伦比亚大学 以及UBC著名的汉学家 森格兰教授写了一本著作 森格兰教授研究的读到之初啊 是他把人类脑科学和认知科学里面的 最新研究成果 应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认知科学把人类的CPU分成两个体系 第一个系统是不受大脑控制的热认知 而第二个系统则是大脑主动控制的冷认知 使用冷认知需要图示打开两个脑部区域 前后代皮层ACC和侧前页皮层Lateral PFC 因此呢存在一个刻意的慢速的启动过程 而使用热认知的时候呢 这两个脑部区域同时关闭 这个思维任务就在无意识状态下快速完成了 比如我们初次学开车的时候啊 是一个需要启动冷认知的一个缓慢的刻意的过程 而一旦成了老司机啊 那开车就是一个肌肉记忆 就非常的自然流畅了 森格兰进一步认为啊 中国圣贤当中的孔子呢 是推崇用冷认知做主导 通过自我克制和勤学苦练 将冷认知转化为热认知 就有点习惯成自然的意思 而中国的老子呢 则是主张直接关闭冷认知 只保留好的热认知就可以了 就是顺其自然或者无为 于是呢 中国传统的几大流派啊 就成为了可以被科学验证的 以及可以通过我们的科医练习 去掌握的思维以及行为的方式 我觉得这个研究啊 非常的有意思 而且它可以非常完美的解释 宝钗人格当中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 我们知道啊 宝钗的骨子里是非常儒家的 他后天勤家学历 就像定师傅用冷香烦一样 在不断的用冷认知去规范自己的行为 早在第五回啊 书中说 宝钗进了容国府以后呢 以待遇用得人心 待遇便有些抑郁不分之力 宝钗却浑然不觉 志愿渣在这里留下一句评语说 这还是天性 后文子又加学历了 这就点破了宝钗的为人当中 一些刻意的成分 作为一个大家闺秀啊 宝钗是努力的远离宝玉 而且他觉得自己做得很好 但是呢 当他的冷认知来不及启动的时候 他的行为就会偏离他的准则 这些行为啊 更加贴近他的情感和本能 也就是热认知 或者书中说的热毒 热毒和冷香之间呢 大高一尺 磨高一丈 所以宝钗经常看上去 就像是行为失调了一样 书里还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 Spontaneous unselfconscious people are unlikely to be fakers 那对应到《红楼梦》当中啊 像黛玉或者相邻这种 比较自然比较随性的人 他们说话是心直口快 是比较值得信任的 那反过来啊 像宝钗这种 以冷认知为主导的人 他们说话做事的可信度 有时候就要被打个问号了 孙格兰是不是在包扬道家 而贬低儒家呢 其实并不是 他认为啊 儒家修炼到最后呢 也能把冷认知转化为热认知 比如像孔子七十岁时候 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预惧的状态 那其实也是一种 自然而然的无为境界 他认为呢 其实孔梦老庄之间呢 是没有输赢的 他们四人都达到了圣贤境界 只不过他们选择的路径 稍有不同而已 当然了 15岁的宝钗和70岁的孔子之间 是存在相当大的差距的 作者早就借贾语寸的口说了 书中写的不是 姚舜孔梦这些大中大弦的人 而是一些正邪两腹的寻常人 冷认知热认知 这些全新的心理和生理学范畴 曹爷爷早在两三百年前 就用冷香和热度去调侃过了 你说牛不用 可能会有人说啊 这也可能是巧合啊 我不认为是巧合 在薛宝钗小样离香院一回当中 宝钗劝宝玉不要喝冷酒的时候就说过 酒性最热 你若热吃下去呢 发现的就快 热的东西是比较快的 而快的东西是来不及伪装的 这是普遍的规律 所以我认为啊 热毒和冷香丸当中的热和冷 恐怕的确是有些象征意味在其中的 最后呢 我要解答一个FAQ啊 小主是喜欢待遇呢 还是宝钗呢 小主是不是要 阳带易钗呢 我认为啊 虎龙龙的作者呢 是一个有着博大的胸怀 和深切的人文关怀的人 即使是书中最不堪的人物啊 他也会从生活环境 以及人性弱点的角度去理解他们 对于十二钗呢 他更是保盘着欣赏和同情 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啊 或许也应该尝试 避免以小人之心去夺君子之父 不要让一些个人好物或者意识形态 左右了我们自己的感知力 我中学时候看《红龙梦》啊 一直也是感情上比较倾向待遇 但是后来上大学以后 我一直看的是直燕齋重评石油记 我就发现啊 直燕齋对于宝钗这个人物 他的评价总体上来讲是非常的高的 而且呢 直燕齋已经给我们写明白了 宝钗和待遇呢 本来是一个人 作者用换笔把它们写成了两个人 而四十回以后呢 又发生了拆败合一 所以呢 我们是不应该把宝钗当作一个 反面角色群的解的 尤其近几年啊 所谓的无事实投机大行其道 甚至早就被红学界禀弃弃的 反清复明说都有死灰复燃之事 那在吴本里面 公然献祭洗劫大官员 被刻画成满清满意形象代言人的薛宝钗 他的人气呢 也降到了冰点 这个时候我反而觉得 我要为宝钗说一句话 儒家的道德规范啊 其实是过深过浅的植根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的 所以宝钗身上的矛盾呢 其实是具备很强的社会属性的 我们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薛宝钗的影子 那至于为什么宝钗和黛玉要被分为两个人 什么又叫做插带合一呢 我将来会和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看法 不过在进入主题之前呢 我还需要搭建一些基础设施啊 把一些夸大性的东西和大家梳理清楚 在此呢 先感谢大家的耐心等待 和小猪姐姐一起 小火慢煮 重门红楼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